各位线上的企业主们大家好 我是富邦金控徐伟杰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就是大家荧幕上所看到的 永续企业战略 首先我们先来想想永续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永续这两个字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是永续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 古代中国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 派了徐福上穷必落下皇权 没有找到最后比较多的说法 是跑到日本 所以永续一直是人类在寻找的事情 对于企业来说 永续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回想我们学会计学的第一课 会计就告诉我们 财务报表的编制 是站在持续经营的假设下 从来就不是站在 明天就要关门结束的假设下 但是这十几年来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 美国的Dufferin法案 就要要求这些金融机构 要先立好生前遗嘱 所以如何让企业可以持续下去 达到永续的目的 一直是企业经营很重要 也是关注的议题 今天的重点就在于 如何让企业达到永续 首先我们先来想一下 企业经营的目的 30年前我念大学的时候 财务课本跟我们讲的 要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要 maximize shareholder's value 我们的会计报表 也是跟我们说 股东权益指的是 股东对于资产清偿 所有负债后 剩余价值的所有权 损益表的数字 也是指的要归给 股东的一个损益 这一切似乎都围绕着 股东为中心的理念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观念 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 Freeman所提出来 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 所以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 企业在经营的时候 会有很多影响企业经营的 关联方 不是只有股东 还包括了相关的团体 毕竟企业在经营的好 方方面面都要能够兼顾 这些方方面面包括了哪些呢 例如我们的客户 要把客户照顾好 我们好 客户也好 这样业务才能长长久久 要把供应链的关系维持好 不只是我们卖东西的下游 还包括卖给我们东西的上游 不只是我们营业项目的上下游 还包括企业在维运中 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支持企业的总物供应商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 跟我们一起成长 另外包括我们企业的员工 劳房与资方的关系要和谐 创造一个给员工安心上班的环境 才能一起迈向前走 双赢互利 前一阵子台湾疫情比较紧张时 台湾的医疗体系一下子跟不上来 哪一下公司很快地就设立了 企业筛检站 维护同人跟办公场域的安全 让同人们可以安心上班呢 另外我们公司本来就很重视的 股东或投资人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主管机关甚至社区媒体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stakeholder的观念 有人翻译成利害关系人 也有人翻译成利益关系人 基本上这些都是指相同的意思 这些在企业经营中都要维系好相关的关系 重视利害关系人关心的议题 有些人觉得我企业赚钱就来不及了 哪管得了这么多 每次有人问到这件事情 我就会想到以前的一个故事 这是孟子跑去找梁慧王 梁慧王很高兴地说 手不远千里而来 将有利于吴国乎 你从不远很远的地方跑过来找我 那一定是要对我的国家有什么有利的事情吧 那孟子回答他说 和约利约仁义 干嘛什么事情都谈到利益呢 我们来谈一下仁义道德吧 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利这件事情 那最后国家一定是上下交争利 国将亡义 人要呼吸才能生存 但是生存的意义不再呼吸 企业的经营也是相同的道理 今天考虑各个利益关系人的关系 并不是要放弃企业的获利面向 反而是要能够更宏观地去思考 企业如何能够永续获利 才能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而不是单一股东的一个获利 但是要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呢 在过去我们大多数是使用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认为企业也是社会企业公民的一员 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要扮演好公民的角色 所以是从责任这个角度来出发 大家听到责任的时候 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害怕 或者是有点担心 觉得这是多做的事情 觉得是在本业以外的事情 那比较是道德或不得不做的观念 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 最近这几年来 这个观念已经有所改变 最近大家几年耳熟能详 所听到的ESG三个字 它所代表的就是环境 社会跟治理三件事情 其实早在联合国2005年的 Who Chaos Wins的报告中 就把这三大面向带进来 联合国的17项永续发展目标 也已经为建立公正永续的世界 勾勒出清楚的蓝图 这三个面向我想倒过来讲 第一个面向是G 就是公司治理 一间公司的经营 最重要的就是公司治理 从董事会 总经理 高阶主管 等等形塑下来的公司文化 因为企业的能力比较大 责任也比较大 所以这件事情 特别是对我所服务的 金融业来讲特别的重要 因为我们所管理的是 大众的资金 要对大众负责 所以对金融业来讲 我们都把公司治理 当成是最最重要的事 我们都把公司治理 当成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而主管机关金管会 也特别重视 上市贵公司的公司治理议题 毕竟台语说 从1998年开始 就推动公司治理 到现在2021年 我们已经发展到 公司治理蓝图3.0版了 第二个面向是S 很多人看到这一页 可能会会心的一笑 S代表社会 我们以企业的角色 在社会参与的面向 有没有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靠政府来做 我们企业 有没有带头做一些好事情 带起社会的正向力量 关怀弱势 为社会多尽一点心力 我们这次在看东京奥运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对于台湾选手 在关键性的时刻 守在电视机前面 像郭信淳 像杨永伟 像潘振从等等 这些选手们 在拿下奖牌的时候 除了选手们的努力之外 其实后面也有 许许多多 企业的持续支持 才让我们看到这些好成绩 让我们在电视机前面 又很骄傲地唱起了 山川壮丽 物产风饶 第三个面向是一 它所代表的就是环境面 企业在追求获利的同时 有没有注意到环境的问题 有没有破坏环境 有没有造成污染 或是现在大家都感受到 气候变迁的影响 以前小时候 大家觉得冬天很冷 夏天没有现在热 结果现在冬天也不冷 夏天却更热 来自于温室气体排放 导致地球暖化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我们有没有当凶手 让地球暖化更加严重 让北极熊没有家住 瘦得跟狗一样 有没有排放废水 污染环境 或是多饮了一些纸 多砍了一些树 环境的问题中 又以气候变迁的问题 最为紧急跟严重 有了关心的事情 ESG 跟要关心的人 利害关心人 两件事情 就可以配对起来 帮助我们可以思考 企业在追求获利的同时 有没有漏掉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企业的资源有限 但是企业的资源有限 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在关注 利害关心人的议题的时候 就要进行重大性的分析 哪些事情对我们来讲 是最重大的 这些重大的议题 要跟谁沟通 这些重大的议题 影响冲击有多大 这些都要进行分析 找出对于我们最攸关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这些事情在不同的利益关心人 中间的不同面向上 特别重要 有时候遇到利益彼此冲突的时候 就要依照重大性的原则 来进行排序 有了基本的框架之后 要如何落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在这个框架如何落实到企业的营运中 第一步就是要由上而下推行 从董事会 董事长 总经理到所有的主管 大家都有共识 找到共同的目标 由上而下进行推动 让所有的同仁都知道 我们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还记得利害关系人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的员工吗 我们要让全公司的所有同仁 都有一致性的目标 做久了 就会形成文化 形成DNA 变成公司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们这次演讲会的主题 有一个小标题是 为企业植入永续DNA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企业要能够永续 可长可久 他就不可以只有靠一个人或少数人 不然一个人拖着整个企业走 会非常辛苦 也会有所谓的关键人员 keyman risk 让我们在企业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有ESG的底蕴 在工作执行任务时自然发挥 才能够让企业不要因人设施 或因人费事 企业才能够真的达到 永续经营跟永续获利的目标 那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想 讲的都有道理 但是对我企业经营跟获利 好像没有直接影响 我就做好事赚好钱 这样就好了 这样不是不行 但是其实ESG有更积极的意义 因为ESG现在是国际潮流的趋势 不是只有台湾政府积极在推动这些事情 国际上的潮流也在推动这些事情 萝卜跟棒子是一起来的 如果你拥抱了ESG ESG就会来拥抱你 带给你好处 如果你抛弃了ESG 自己就会被抛弃 我举例来说 现在有许多的主权基金 或者是基金管理公司 如果你没有好的ESG评比表现 甚至是不好的ESG记录 偷偷地排放废水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这些机构 投资人可能连买都不能买公司的股票 大家可能想 我不是上市贵公司 我就是中小企业 应该没有关系吧 就中小企业来讲 如果你是供应链的一环 你的上下游都是中市这些ESG的公司 当你的产品 碳足迹产生太多的温室气体 或是不能够证明 你的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少的时候 那它就不能够采购你的商品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一支iPhone要零碳排 台湾背后有149万家企业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这些企业主们 好不容易打入这些国际大厂的供应链中 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趋势 及早进行调整 那就会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相反的是风险也是机会 如果可以掌握这个趋势 就多增加了一部分的机会 也多了一点的商机 大家可以想象 它所创造的产值有多少 自然而然会加速带动科技的进步 跟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是这510亿吨产值的一环 那就会是站在风口上的猪 都可以飞上天 这件事还不只是这样 企业的运作都需要资金 而不管直接金融或是间接金融 都需要透过金融机构 因为金融机构是特许行业 一举一动都受到重视 而国内外的金融业 也都很重视这些事情 现在大家日益有共识的责任金融这件事 就是银行证券保险 在受信投资 就去问问看借钱的公司 或被投资的公司 你是不是满足ESG的条件 如果满足的利率可能低一点 好一点金额多一点 不满足的利率就会高一点 或是借少一点 甚至不投资或不借钱 透过金流的力量 来鼓励重视ESG的公司 远离不重视ESG的公司 这样的金流力量是很大的 在最后企业要永续 就是要关注利害关系人 在ESG面向上的表现 企业才能有效地转型 可长可久 对于ESG的议题 我们不一定要像 环保团体般的狂热 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因为跑不掉 既然要面对 我们可以换个思维来想 要去理解它 拥抱它 在跟每个利害关系人 沟通跟议和的过程中 想一想ESG可能带给我们的冲击 以及相对应的商机跟机会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企业经营 可长可久 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创造社会跟企业的共好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分享 是最近很红的一个歌词 我希望ESG这三个字 是大家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但是不要忘了时间这回事 因为最好开始的时间是昨天 其次是今天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非常谢谢风控长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针对金融业的趋势 进行深度的交流座谈 为各位邀请到主持人天下杂志 吴云春董事长 以及三位语谈贵宾 我们刚才的讲者 副邦金控 徐伟杰封控长 以及金融总会 吴当杰秘书长 以及我们的主办单位 美商邓白市台湾区 孙伟珍总经理 接下来时间呢 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以及三位语谈贵宾 有请 大家好 近年来永续发展的风潮席卷世界 许多企业都开始纷纷投入行动 在环境 environment social 社会 以及治理 governance等等 ESG的永续发展 各个的面向 展现非常积极的作为 金融业当然也不例外 为了跟上国际的趋势接轨 而且透过金融业务展现 ESG永续发展的行动力 台湾很多金控跟银行 也纷纷签了赤道原则 equator principle 加入国际赤道原则协会的一员 意思是说 未来银行会把企业客户 是不是善进环境保护 诚信经营跟风险管理 等等这些永续相关的议题 列为他们受信风险评估的项目 受信风险评估 事情很严重 除此之外 还是要面对一组完全新的世界标准 而且会透过你的钱贷来逼你 就范 这个全新的风险 到底应该怎么样因应呢 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几位专家 来跟各位勇闯世界的邓白市台湾小巨人们 分享他们看到的风险有哪些 以及他们有哪些好的建议 来面对这样的风险 第一位是刚刚演讲 跟我们做过Kino的富邦金控风控长 徐伟杰 大家好 富邦是恒卫赚钱的银行之一 台湾真的蛮厉害的 但是他们今年开始 不再乘坐新的燃煤电厂的专案融资 除非资金是明显用来在 绿能转型的计划上面 而且针对煤矿业 石化业跟钢铁业 富邦也不会再提供 会产生大量碳排的营运跟制造模式 来做新的新增的一些融资 这个对客户来讲 是真是一个挺大的风险 所以等一下我们请徐伦 来帮我们讲讲富邦的责任金控 有哪一些要求 第二位是刚刚才上场的 前景晚会主委 现任的金融总会秘书长吴当杰 大家好 秘书长会从我刚刚提到的 诚信经营跟风险管理 这些公司治理的角度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对于ESG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三位是今天的主人 邓白氏台湾总经理孙伟珍 大家好 主持人好 Michelle会从国际实务的角度 来跟大家讲讲ESG 已经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以及这个改变对企业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谢谢三位 让我们赶快来进入今天的 第一个要探讨的题目 那就是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重复过了 近年国际间不断推升ESG的重要性 绿色金融对于企业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明显 今天线上的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也都是银行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 我想请各位跟大家分享一下 面对这个全球的ESG热潮 企业经营最新的风险有哪些 如果是不comply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第一位要不要是请风控长先开始 你要不要从观察到 你目前的客户 就是富邦现在的客户 因为您是在这一块比较多的 怎么样在因应这样的ESG的新标准 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 我先说明富邦的品牌定位是在正向力量成就可能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正向的力量来从内而外创造正向的回圈 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 其实我们就很积极在规划我们整个永续愿景 那今年2021年正好是我们富邦60周年的一个纪念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未来的60年 我们应该打造什么样的一个永续的愿景 所以我们打造的这个四个策略的主轴 包括我们的低碳数位激励还有影响 那我就以第一个策略是我们的低碳来跟大家做说明 其实我们一开始推出这个低碳策略的时候 那客户我觉得跟我们的结合是越来越紧密 那我觉得分成两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大企业来讲 那大企业其实他本来就在国际供应链的一环 所以他们在做绿色转型 其实本来就非常的积极 所以知道富邦的策略是在这个低碳策略的时候 跟我们的结合本来就很紧密 那另外一部分对中小企业来讲 一开始知道我们的低碳策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迟疑 那也不太了解 可是因为中小企业的最大优点就在灵活跟弹性 那而且台湾是以一个这个进出口导向的一个这个经济体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小企业 他们一旦知道说这是一个国际潮流趋势 那在台湾的主管机关也非常的积极在重视的时候 他就从中间找到相关的机会 那也纳入他们自己的一个营运的项目 那这个时候反而跟我们的接触就更加的紧密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像最近我们也跟这个造纸业的龙头 有推出了绿色受信的这个指标性的案件 那这个资金就只能够用在这个节能减碳 或者是回收造纸回收的这个设备的一个绿能的一个改善 那另外例如说像在这个东南亚水泥里面 第一家承诺SBT科学基础减碳的这个台湾公司 那实际上我们跟他们也一直有这个长久的往来 效果有出来吗 效果一直有出来非常好 很多指数 我知道台湾做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这种指数对吧 对 OK谢谢 谢谢风控长 第二位我们请吴当杰秘书长 来跟我们根据您对公司治理的专业 跟多年的产观学经营 我就说您是长官 观察到了金融ESG的趋势变化 以及可能有的风险 所以长官席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ESG的这个议题是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 那我们看一下国际疫情的确也重创了全球的产业 可是ESG的指数它的表现却是优于大盘 这代表的是大家越来重视企业 如果ESG表现好的代表它是有永续的价值存在的 我们知道这个金融ESG它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这里的观察有三个发展的重点 可以跟产业来密切的结合 第一个呢 我们透过金融的力量能够引导产业投入永续的活动 过去我们金融的力量是在做一些绿色的投融资 以资金来协助企业的发展 那么近期呢 特别在以金融的力量在关注到整个气候风险 那么更是发展为ESG的全面的一个面向 来协助整个产业投入永续活动 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透过金融业能够协助产业 能够做这个低碳转型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主管机关对于整个金融业 它特别要发展永续金融分类的标准 那么将这个永续分类的标准 要结合到它的金融资产跟金融的商品 能够协助产业导向低碳的转型 那第三个重点的发展就是 我们如何强化ESG的一个资讯的揭露 那么以资讯的揭露的这个方式呢 能够让金融业可以掌握到 它的非财务性的资讯 那我们知道对产业来讲 非财务性的资讯是可以来判断 它是不是永续价值的一个很重要关键 那么全球对于ESG的资讯 所做的投资策略的整个资产是越来越多 那么所以我们也再看一下 从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查显示 那么15家银行里面呢 就有75%的受信的资产里面呢 它是有属于中高的ESG风险 那么尤其是这个70% 它是在于整个土地的污染 或者是一些气候的污染等等 那么这一些呢 已经是这个金融业在受信里面 把这一些固有的风险已经纳到它的评估的范围里面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这也是有它的一个机会存在 那么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金融业透过这样一个风险 它积极地发展这个绿色的金融 像绿色的产品或绿色的金融科技呢 可以来协助整个产业走向永续活动的这样一个体制 像您刚刚提到的事实上就是这个指标 怎么样揭露这件事情是一个挺大的学问 对吧 这我觉得是事实上也许等一下 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请Michelle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不因为接下来我会请邓白市的台湾总经理 孙伟珍总经理帮我们来讲讲 邓白市实上是一个180年的跨国企业了 有很多的国际的经验跟实物 就是实物的观察 是不是请Michelle帮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国际间ESG的一个发展的现况 以及台湾企业在当中有哪些挑战跟机会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就三个面向来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先谈谈我们公司在国际上的优势 就我们的观察看到ESG未来的发展 然后就我个人的观察看到台湾的挑战跟机会 这三个面向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首先邓白市今年刚刚迈入第180周年 OK 那我们运营的是全球最大的商业数据资料库 那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那全球财富500强的企业呢 超过九成都高度使用我们的数据在做客户跟风险的管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年初我们刚刚参加首届的监理科技黑客松 从50多个团队14个国家里面 我们脱颖而出拿到最高荣誉的优胜奖 我们的参赛方案就是拿国际的一些实质受益人 在国际的应用带到台湾来 所以其实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去接轨国际的经验 带给台湾的企业 那这是我们的优势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借由这些庞大的数据资料库的优势 我们的专长专注做在资料的收集 结构 汇整 预测 分析 那这些就是可以让我们利用我们数据资料库里面 超过4亿笔的数据 这里面包括公开跟非公开 可以打造比较一致性的ESG的平等 那这些ESG的评鉴就可以用在 现在目前大家都提到的绿色供应链 我们就可以利用数据来帮助台湾的中小企业 掌握ESG的数据 用数据来观察或来用数据来改善 这些需要改进的空间 那刚刚提到就是在ESG国际未来的发展 刚刚我有听到社长提到 equated principle 赤道原则 那目前也超过 因为赤道在南北半球的中间 所以它的顾名思义就是 全球的金融机构 它都必须要遵循的一个志愿性的一个program 那全球目前有超过100家签署了 金融机构签署了赤道原则 它主要是鼓励银行去承担一定程度 对地球或对社会的责任 所以它不鼓励去借给不友善的企业 对地球不友善的企业 但是它同时也鼓励 在这个ESG做得好的 将来它会给比较好的利率跟放贷 我想今天副总在这边也可以给我们 等一下给我们更多的说明 那就我个人来观察台湾企业的挑战跟机会 挑战跟机会其实都是在考验 领导者的转型的魄力跟决心 今天挑战跟机会我自己个人观察 它一定是一个双胞胎 它是并存的 它是同时存在的 怎么从挑战里面找到机会 其实就是企业者的智慧 那2021年其实在全球经济的秩序 已经重新启动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觉得台湾或者是全球的企业 其实站在同一个企业 差不多的起跑点上面 那怎么站在领先的位置 就攸关你的企业永续 是否有没有做在一个好的基础上面 所以ESG是未来企业永续的唯一解放 听起来真的压力重重 各种各样的这种淘汰赛已经又开始了 真的是非常的急迫的一件事情 那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中小 我也是了 听下杂志了 如果说中小企业主的话 我真的要来做这件事情 从哪里开始呢 有没有哪一些清楚的指标 或者一些做法可以来遵循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所以还是请封控长帮我们开始吧 讲讲富邦你们是怎么做 你们上先行者你们已经做了一些 但是除此之外你跟客户怎么说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建议 帮我们说说 好 好 好 谢谢主持人 那其实陈如刚刚吴秘书长已经有提到 金融业在整个国际社会转型到绿能经济里面 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重要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在于金融业他自己本身的碳排 而是他怎么样透过金流的力量 来协助这整个国际社会 可以转型到这个绿能科技 所以我们富邦自己在制定我们的绿能 绿能的这个整个转型 跟低碳的这整个转型策略的时候 我们有两大主轴 那第一个主轴是我们会去确认 或者是先去辨识有哪一些产业 它是对绿能有帮助的 那这些我们就制定了一个目标 逐年的去滚动式的调整去检视 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那确定我们公司都往对的方向在走 那第二个是我们会去检视 有哪一些产业它是不利于绿能的 那这些产业它又分两种 一种是这些企业组可能还不太知道 那可是他们可能很有心想要积极转型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金流的力量 来协助它一起改善设备改善制程 像刚刚那个职业的那种案例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转向这个绿能 那第三种是它可能真的对环境不好 那它也没有积极改善 那我们就制定了一些产业准入的标准 那我们希望能够就是金流的力量 能够更聚焦在刚刚所前面提到的第一类跟第二类 那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更有效发挥这整个金流的力量 来协助整个国际社会或企业社会的一个转型到绿能科技 听起来那你们给的建议都蛮具体的 包括说应该怎么样改善往哪一个方向 都已经很具体的跟你的客户在做这样的沟通了 是吗 用这种受信的这种标准来看 是这个意思 是的 真的很的确很powerful 从金融开始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接下来我就想请吴秘书长帮我们讲一讲 事实上这个推动 就是我们大家在推动这个事情上面 大家也很想知道 除了刚刚您讲的很重要一个概念叫揭露之外 还有哪一些风控跟法尊的概念 是在企业治理上面应该特别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我想除了刚刚讲 怎么经营或者在什么流程上面改善之外 在这里上面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帮我们讲一讲 我想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ESG 它是做不好有一些风险存在 所以到底要如何从风控跟法尊的基础上面 去做因应呢 那这部分我分成两个构面 一个是从金融业到底如何因应气候风险 那么第二个构面是一般产业又如何来因应呢 那么第一个我们从金融业到底怎么样因应 这里面我们必须从这个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 那么金融业对于气候风险的这样一个因子在 它必须要全面性的去检讨风险管理的机制 所以第一个面向到底如何重组整个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架构呢 我们看到金融业的风险的支柱其实就有大家非常了解的 信用风险作业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等 那这一些风险的上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气候风险 所以气候风险必须要奠基在这几个支柱风险的一个上位风险的整合 因为气候风险会影响到各个不同支柱的风险 第二个面向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金融机构要建立双引擎的风险管理架构 什么叫双引擎呢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风管部 它可以来解决一个污染的事件 或只有单独解决一个风险的一个因素 所以金融业必须要从整体来做一些检讨 它气候风险它所带来的整个政策跟因应的策略 所以我这边所谓的双引擎指的就是说 除了风管部门之外呢 它必须有一个专责的这个永续责任的部门 那么一起来建构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气候风险的治理架构 那么第三个面向呢 特别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融入气候风险的业务治理 那我以这个银行的受信的这个例子来看 银行的受信 它对于这些产业的风险 产业就会有着所谓的气候风险的一些敏感性的因子在 那么以及各产业的外在的监理法规是什么 这些企业的外在的国际规范是什么 以及它产业趋势是什么 那么银行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呢 去定出一套我不曾做受信的清单 或者我了解这个整个敏感性的一些清单在哪里 当然金融业必须要随时做一些不同情境的分析跟评估 那么来做一些检讨 那么这是有关这个风险管理的部分 那金融业的法尊的部分呢 我这边也特别有提到三个重要的法尊所面对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金融业会有一个内部外部的一个法令法尊的压力 那所谓内部的法尊的压力 当然它必须要遵守金管会 或者各个金融产业所定出来的指引规章 它必须要遵循 第二个 当它诚信 它在这个受信的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所面对的这个外部的一些 刚刚提到的外部的法规国际的趋势 这个它必须也是它的风险 举个例来讲 这个欧盟在2030年 它对外发布将要课征所谓碳关税 而这种碳关税对国际的钢铁业水泥业或石化业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你在受信的时候 当然类入一个评估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ESG诉讼呢 在全球已经有一些ESG诉讼的案例 这也是增加企业的一个合规性 那么第三个呢 ESG公司这里必须要DNA 就是要从上而下融入它的文化 让每一位员工都重视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从产业面来看 产业面到底要如何因应 我这边也提出几个看法 第一个 要重新再拟定ESG的策略 把ESG的一个经营的成效 要纳到这个整个营运的KPI 来重视这样一个策略 第二个呢 供应链的ESG要纳入这个采购的机制 我们也看到台积电也对外公布说 它未来对它的供应商 要把它做一个评比 就是它的节能的成效好坏 列为台积电在征选的采购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建议企业必须要一个透明 及时的数据的一些这个治理 因为相关的数据都对它企业是很重要的 另外企业也必须要随时检讨 盘点它的法规的遵循 那么第五个就是要做好各项的新兴风险的监控 那么这个是从产业面跟金融业的一些看法 谢谢 谢谢 非常非常的完整 事实上除了刚刚讲的银行 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规定之外 事实上国际上面关于要来要求永续 compliance的指标也真的蛮多的 像什么GRI、SASB、还有TC、FD 这个更不要说联合国还有一个SDGs 这之类的 这些这么多的标准 那我知道邓白事实上有一个 一致性的ESG的评比的一个标准 可以整合 就是同时可以兼顾到这些东西的一个 你帮我们讲一讲Michelle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事情跟 大家怎么来利用这个 运用这个东西 当然是就是因为我们运营的是一个 庞大的数据资料库 那我们的经验就是资料的收集跟分析动场 那我们其实平常就有收集资料 我们公司的公司治理数据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可以想象我们运营一家数据资料库 要符合国际的各式各样的法规 所以我们有强大数据建模的能力 怎么去接轨这四大国际的准则 其实就是目前大家做的都不太一致 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重点发展都不太一样 对邓白事来讲 我们的数据是涵盖公开跟非公开 所以我们在接轨这四大国际准则之后 我们定出了32项永续的议题 那这里面涵盖超过100个以上的问题 定期的在做这些资料的收集 汇整 结构 分析跟建模 最后预测做一致性的ESG的评件 那这个就是邓白事利用系统性的做法 来达到我们未来要做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 可以协助厂商做有系统的管理 可以透过数据 刚刚我听到那个 那个民主长这边有讲到 要透过数据来做好治理 如果你要做治理这件事情要靠人力 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个可信赖的数据 可以可一致 全球一致的ESG评件 你在做这件事情就比较轻松 也比较有效率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今天你要做好这个治理 你就可以透过数据 持续地去监控 它要改善的地方 然后数据 其实数据是Dynamics是火的 你不知道说今天它好好的 明天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有提到很多ESG的诉讼 我们也可以定期 透过我们定期 收集这些资料的能力 不断地在 更新这个ESG评件的数据 其实刚刚我有听到 你们说要用组织的力量 我其实有想到一句话 是我们金管会主委说的 他说要用今天 金融业的钱 来改变明天的地球 其实就可以透过组织的力量 来打造 为我们地球 尽一份心力 然后为我们的企业永续 打造更好的环境 就可以透过大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同心协力 共同的方向跟共识 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为我们的企业永续 建立更好的环境 非常谢谢大家 详细而且非常明确的一些建议 看起来ESG反正是在必行 所以是不是 因为来到的时间快到了 所以我想说请各位 最后可以简单做一个总结 若是要做好ESG的话 要不要给今天在场的 中小企业的朋友们 一个什么总结性的建议 大概就是一个 比如简短一两句的take away 就是像心法类的 就是我怎么样 每次到到了一个角色 我怎么样来想这件事情 好 我想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重新想象资本主义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它说人需要呼吸 才能生存 但是生存的意义 不是在于呼吸 企业的经营也是一样 企业需要获利才能生存 但是企业存在的意义 不是只有获利 那我想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特别跟大家沟通 ESG这个观念是特别的好 因为现在发现很多的事情 它不是只有单一人 单一企业或单一国家 可以解决的 那我们要一起携手面对 ESG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并且拥抱它 找出相关的商机 才能创造整个社会跟地球的共好 地球只有一个 秘书长 是 在金管会已经也在公司治理3.0 已经对外的宣布 就是到2023年上市柜公司 都必须要编制永续报告书 那么永续报告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看到就是永续的这样一个议题 事实上跟企业永续经营 还有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策略 是有息息相关 我们用一个数据来看 依照全球投资联盟的双联报的 这个数据显示 这个全球的永续投资策略的资产 已经比前两年要增加15% 那么另外的一个层面来看 就是永续投资占全球的 这个管理的资产 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上市柜公司 能够上市柜 能够受到所有一些投资人的青睐 当然需要展现出 它永续经营的价值 这个时候ESG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ESG是永续发展 绝对不是口号 是关系到企业的生存跟竞争 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 永续投资是全球的一个 很重要的潮流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以实际行动 来这个爱护这个地球 听懂 Clear and Pleasant Danger Michelle 帮我们讲讲一个Closing Remark 可以 我想要让今天所有在座的中小企业主 更清楚照ESG的概念 我可以用一个白话的故事 来让大家更清楚一点 因为ESG报告就像一个体检的报告书 那你把它可以为个人 或建议企业打分数 那你把它想成是 你今天存款有非常多的零 你后面有很多零 而且没有前面那个一 那其实你有再多的钱都花不到 那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一家健康的企业 很多会有迷思在 我只看它的财报在以前 那你EPS 你可以代表它是一家健康的企业吗 所以其实不然 我们要看到很多的面向 举例来说 作为企业主 我们要去反思的是 我今天商品 如果不正值不许 可能像以前早期的 食安的事件 我们加了一些不好的瘦化剂 或加了一些基因改造 让我们消费者吃进去 然后对身体产生负担 就像你今天一个不定期的炸弹 你今天随便乱吃 很多东西 癌症就会找上你 不健康的企业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企业更健康 就要从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负责 然后第二个我要对我的员工负责 因为像我知道在国际的趋势里面 有很多国家 它会非法用童工 我们也看到很多劳工 会透过集中营来压榨劳工 那就是社会的议题 那这个也跟社会有关 那如果说今天 你今天公司治理不严谨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 之前早期做假账或做弊端 就会公司治理不严谨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早期的博达做假账 或者是近期我们听到 庆富汗或者是方月方富 对金融业产生的影响 那就是弊端 所以公司治理也要做好 那最后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是 企业真的要爱惜我们这个地球 所以总归的来说 我对ESG的定义 对中海企业的建议是 我们做健康的企业 我们要照顾这个环境 关怀这个社会 还要做好公司治理 才能够达到企业永续 这才是唯一的解放 谢谢Michelle 我想从今天整个分享来 可以听得出来 经营真的会越来越困难 因为刚刚讲连地球 我们都要管道 这样子 真的 不论是 但是经营不容易 不论是未来 不论是天灾疫病人祸 事实上都是未来 我们经营上面非常大的天鹅 黑天鹅 黑天鹅 OK 很难控 也很难避 那我们也只好 只能做好自己 可控可避的事情 ESG就是这种 可控可避 可运作的 一种风险管理的 基本功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像这一波的疫情 带给我这样子 中小企业的负责人 因为天下杂日 也是中小企业 就是负责人 最大的教训是说 面对满天飞的天鹅 和不确定的因素 企业不论大小 都需要开始去修炼 更基本的一些工 那就是譬如像ESG 这样的事情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 今天几位讲者的 好的分享 也谢谢所有线上 各位小企业人的加入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帮到大家 勇敢直面 下一波的风险 而且走向永续经营 持续成长的道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